新北市野柳国小长期发展生活化 在地化的海洋教育课程 每年毕业生的最大的挑战 就是要学会滑独木舟 培养知海 青海 爱海的精神 而在今年度的毕业独木舟新船活动当中 毕业生要把象征永续守护海洋的船桨 交接到五年级的学弟学妹手中 这一天同时也庆祝了富裕卵丝届满一周年 每年万里野柳国小毕业活动 六年级的学长姐要通过独木舟的考验 并且在海王新码头中将象征守护海洋永续的船桨 交到五年级学弟妹的手中 而今年刚好也是野柳国小在海王新码头中 赋予软丝满一年的时间 为此今年的毕业独木舟新船活动 也要一并来庆祝周年 期许学弟妹们接力守护家乡海洋环境生态 非常开心今天好多的贵宾 跟我们一起来见证 就是我们从去年的六月八号 侯市长来协助支持我们这个卵丝富裕 以及野柳保育局的一个建立 就是大家一起来支持 非常的感动也非常的感谢 那我也希望我们的孩子呢 能够借由这样子的活动 能够永续的去执行 展现他海洋教育的行动力 映阳高照在校长的带领下 毕业生划着独木舟进入新船会场 划过象征祝福的水柱拱门 来到从小守护到毕业的海王新码头 准备将爱护海洋的重责大任 托付给学弟妹 而贵宾们一路走来看见 野柳国小学生守护家乡海洋的努力 也在活动上给予肯定与毕业祝福 野柳国小在透过独木舟的船程新船 那以及让我们的软丝 可以在这个海港这边富裕 我觉得我们是肩负了非常非常重要的责任 然后而且其实我们也做到了 我们也做给大家看了 所以在这边其实非常肯定大家 那也祝福我们野柳国小 九个毕业生未来长大了 其实你们留下的在这边 是不断繁衍的阮丝的生命 然后也祝福所有的毕业生 到了国中都可以一帆风顺 其实我们的家长很多都是从事海洋 所以我们爱护这片海洋 我们大家都是海洋知识 所以今天大家毕业典礼 然后我们都用以独木舟很独特 我想全国没有几个地方 那来我们这边当校长 我想他唯一的一定要学会独木舟 要不然的话没办法跟小朋友滑独木舟 那我们小孩朋友一样 要拿到毕业证书 一样你要完成今天滑独木舟进来 这个心火相传的一个仪式 那我也祝这一次的毕业典礼的系列活动 能够圆满顺利完成 学生们去年自发写信给市长提议 在海王兴码头外化社保育县 成立生态保育区 至今果真不负学生的努力 终于成立新北野柳水产动植物繁殖保育区 加以软丝花枝的富裕 野柳国下持续发展生活化在地化的海洋教育课程 教导孩子们知海 青海 爱海 让海洋与人类和平共存 营造人类生物环境三者皆友善的水域环境 记者拉平函 万里采访报导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